大家好,我是QB老师 在这段影片,我们继续来看 如何让影片标题或是片尾的工作人员与这些清单 有更丰富的变化 这些变化其实都是基于Widget Blueprint的功能 首先是图片标题 那在画面上的例子里面 我就放上了亚洲大学的校徽还有校名的标准字体 虽然后面我们就会介绍如何在Widget Blueprint使用其他字型 不过如果就只是为了标题这少数几个字 那直接使用图片档反而更方便一些 因为很多公司或单位本来就有他们的logo的图片档可以使用 像是画面上这几家特效公司 相信大家在很多电影的后面都看过他们的标志 画面上看到的就是我使用的亚洲大学校徽的PNG图档 我刻意把它放大让边缘产生巨齿 通常像公司的CIS或是产品商标都会有Adobe Illustrator格式 也就是AI格式的原始档如果有的话可以借由它来产生最适当解析度的点证图档 避免点证图缩放所产生的巨齿这样在影片渲染的时候就可以得到最好的效果 要在影片里面置入这张图片首先就要把它从档案总管拉进到内容浏览器 让它变成一张贴图 Extra这样子的档案 然后我们打开上次影片的Widget Blueprint 那在Pallet面板找到Image图片这个控制项把它拉到画布上面 那在细节面板这边的Image我们就搜寻这张图片 我们用这边的搜寻功能找到它 那也跟之前的影片一样的 我们把SizeToContent勾起来 那再把它的秒点置中 那位置先Reset回来 对齐的部分设成0.5 0.5 那以这个位置为基准 我们再来调整它的适当的位置 那调整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存档 然后再到Sequencer里面去做渲染 那现在就可以看到这个图片 显示在这个地方 那这里我们也看 接下来是更换字型的部分 这其实可能比大家想象的还要简单 比如说 这是我从网络下载的教育部标准字体里面的立书字 我如果要把立书字用在这边的时候 首先我先打开内容浏览器 再打开我的立书字体的资料夹 然后我直接把这个字体 拉到Widget这个资料夹这边 那要注意的是 如果我的档案名称有中文字的话 那在导入的时候会出现错误讯息 所以我会把原本下载的这个字体的档案名称呢 我复制一份之后把中文的部分拿掉 那只留下这样子的字体名称 那至于路径的部分倒是没有关系 不过我们等一下会再更进一步的说明 那现在我把这个字体拉进到Widget这个资料夹 那我们看到这边就有一个讯息 问我们是不是要建立一个新的字体 那我们就按下Yes之后 那它就会建立两个档案 一个是这个字体的描述档 那另外一个黑色的这个档案 才是我们真正在Widget里面可以使用的 那现在我们再切换到OpeningWidget这边 选到这些文字 然后在FuntFamily这个下拉选单这边 我们就可以看到MOE利 就是教育部利书这个字体 那点选它之后 我们就看到这边的中文字的部分 显示的就是利书 那通常这些字体 它并不会去管英文的部分 所以英文的部分通常都是用一般的这种 就是Temps这样子的字体 那有时候搭配起来会很不好看 所以通常会建议中文跟英文字 可能要分开用不同的Text控制项来处理 会比较好一点 这种方式主要的问题就是 如果你想把整个专案搬到别台电脑上面去的时候 那在渲染就可能会出错 因为我们在MOE利这个字形档 我们看到在SourceFileName这里 它显示的路径是你在这台电脑上面的路径 那所以搬到别台电脑的时候 这个档案并没有跟随着专案一起搬过去 当然如果你的专案并没有要准备搬到别台电脑的话 这并不成为问题 那但是如果有这样子的需要的话 我们就必须用不同的方式来做这个字形的导入 那这里我先把这两个档案给删除掉 那我们导入的时候呢 首先打开刚刚的列书这个资料夹 然后再打开我们专案的资料夹 而且这个时候要注意 我们这个专案本身仍然要保持开启的状态 然后再打开专案的Content资料夹 那我们自行假设是要导入到Widget这个资料夹底下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从列书这个资料夹这边 把这个MOE列.ttf这个字形档 直接复制到Widget资料夹里头 那这样子在关卡编辑器这边 就会出现问你是不是要导入这个字形 那我们就按下Import 那接下来又会出现跟刚刚一样的讯息 我们再按下Yes 那就可以完成这两个字形相关档案的导入 那后面也就一样的 我们可以在这边选择到这个字形 那因为这个字形档就是放在Content资料夹底下 那所以之后我们如果搬动这整个专案的时候 那就会连着这个字形档一起搬到新的目的地去了 如果我们想要使用Windows内建的标凯体或者星系名体的话 那这些字形档是放在C10叠击的Windows底下的Funds这个目录 在这边 所以比如说如果我想要使用标凯体 那我只要把标凯体拉到内容浏览器这边 那一样它就会出现这个讯息 那就会建立KU这个字体 那我们再到这边 在FundFamily的地方 选择这个KU这个字体 那我们就看到这里就有标凯体了 那因为这个标凯体是放在Windows里面 而且绝大部分的电脑那Windows都是在C10叠击的Windows资料夹底下 那所以基本上这样子的专案大概移到不同的电脑上面 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怎么样让标题由下往上卷动 这里我先把之前的美好的一天的文字标题 换成木栏词里面的一段文字 然后我们要从Windows选单打开Animations 以及Timeline时间轴这两个面板 Widget Blueprint可以像Sequencer一样拥有时间轴 而我们就是在时间轴上面替物件加上不同时间和位置的关键格 然后在适当的时间触发播放动作的指令 选到木栏词的文字标题 然后在Animations动作面板 新增一个动作 接着在时间轴面板 先新增一个Text轨道 然后在Text轨道之下 再增加一个Transform轨道 再接着到细节面板这边 往下卷动 直到找到它的Transform这一项之后呢 借由Translation位移这边的Y坐标 我们开始让它往下移动 直到整个文字方块移出画部的范围 然后我们在Transform轨道这边 增加一个关键格 假设我们要让在4秒半的时间里面 让这个文字方块完全的跑完整个画面 那我们就先把播放头 拉到4秒半这个位置 然后一样在Translation这边 开始改变Y坐标 一样让它跑出整个画部的范围 然后我们再增加一个关键格 那现在我们把播放头倒转回来 再按下播放按钮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文字 在4秒半的时间里面 跑完这整个范围 但光是这样 还不足以让这个文字框 在渲染影片的时候动起来 那我们还要在上面 从Designer设计模式呢 切换到Graph 简单讲就是程式设计的模式 然后我们要用到的是Construct这个事件 Construct指的是这个Widget 在建立这个物件的时候 所触发的事件 那在MyBlueprint的面板这边 我们会看到Animations底下 会有我们刚才建立的这个动作 那我们把这个动作 拉进到事件图里面 选择Get New Animation 然后再拉出来搜寻Play Animation 这一项 那我们把这边连起来 那Play Animation这一项 它就是说 在建立这个物件的时候 它会触发它 然后从时间轴的第0秒的位置 开始做播放 那因为我们要把整个动作播放完 所以我们选择Play Animation 它就没有另外一个设定时间长度的参数 那播放模式是Forward 就是播放完之后就会停止下来 那这边还有倒着播放 或者来回播放 简然我们用不到 那播放的次数一次就好了 播放速度用正常的1.0的速度 那这样子我们在程式的部分就设定好 那我们把它做存档 现在切换回到Sequencer 然后我们按下渊染 那我们就看到这个文字标题往上跑过去 那但是刚刚眼尖的同学应该也看到 这个文字标题会从亚洲大学的校徽上面跑过去 那我们的范例影片呢 它是在就是说不会概过那个文字 亚洲大学的校徽 那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看怎么样处理这个部分 我们先切换回到设计模式 那在这里我要介绍一个容器的概念 所谓容器就是我们可以把画面上的一些控制项目放到一个特定的容器里头 那当这个容器移动的时候 它里面所有的控制项目会跟着一起移动 而且我们可以设定这些控制项目的显示 不会超出这个容器的范围 那所以如果我建立一个容器 把这个文字光放在里面的话 那只要这个容器的大小不会盖到亚洲大学这个校徽的话 那这边的木兰茨在卷动的时候就不会盖在这个校徽的上面 那容器的部分呢 大概都是放在panel面板这个项目底下 那这个项目底下有很多很多面板其实都可以符合我们要的要做的事情 那这里我选择使用overlay重叠这一项 那所以我把它先拉进来 那也同样的我把它的秒点设到中间的部分 位置先归零 那它的大小我要把它调整到足以容纳 那这边的这个文字框 还有这个alignment的部分 对齐的部分 当然一样先把它设成0.5 0.5 那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 这样子的宽度应该是足够的 然后高度的部分 比如说我大概设这样子的高度 然后再把它的alignment做调整 好比说像这样子 那调整好之后 我们再往下卷动到clipping裁切这一项 那我们选择clip to bound 就是它里面的东西会被它的范围给裁切掉 那这样子之后加进这个范围的任何控制项 它的显示就不会超出这个范围 那接着我们就选到刚刚的木兰茨 这个文字项目 然后把它往先点住 再往下拉 拉到overlay的底下 抱歉 应该是拉到overlay的上面 那这样子我们看到他们的阶层关系 这个文字项目就会属于它的底下 好那这边我们要再来调整 现在这个文字项目的水平跟垂直的对齐方式 那水平对齐我们要让它置中 现在我们看到它是对齐到左边 那这样就是置中了 那垂直的部分我们其实可以不用去调整它 那我们再到时间轴这边来测试播放一下 好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就可以存档 再到sequencer这边来做渲染 好那刚才看到的就是差不多就是我们要的一个效果了 那当然我们还可以在这个时间轴上面呢 去增加更多的控制点 那也可以调整这整个动画的显示范围 那调整的方式都跟sequencer里面差不多 好比如说我们可以按住control然后滚动滑鼠的滚轮 那就可以让显示的范围变大 那拉动这边 抱歉就拉动这个关键格 就可以让显示的长度变得更长 等等等等的 那至于要怎么样变化更多的效果 大家就可以去做一些尝试 那所以这段影片我们就介绍到这边 那其实它这个微觉blueprint还可以有很多很多的玩法 比如说像我们看到很多电影的最后结尾的工作人员清单的部分 它可能会分成好几个好几栏等等之类的 那这个都可以透过Widget里面这些不同的控制项目去达成 不过这些细节的话应该就是放到有关Widget的程式设计 那个部分再去介绍了 那这段影片就介绍到这边 谢谢大家